刘缠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?诸葛亮临死前一语,揭露了刘缠的真相。 刘备自玄德他幼年丧父与母亲一起以知习范侣为生过着普通人的生,活可是他是汉世后裔,注定与他的先祖刘邦一样不该平庸于是还是,又同了他指着门前的大树说出了要承此于宝盖车的豪言。 于是黄金军起义爆发的时候,他兴起了一兵,于是他数次兵败寄人篱下,还是不肯放弃凭着自己的能力与雄心。 他最终的跨京乡雄巨巴蜀,建立了蜀汉成就。 罗地叶可是这样励志的人,还有受到了很多后人的抨击,而这些人嘲讽他的理由,大都是他生了一个不,看到儿子极后主流产,可是流产真如世人眼中那般不堪吗? 说到此处也许很多人都想起了勒布斯属的校团公园263年蜀汉灭亡之后,他被压榜了洛阳,成为了曹魏俘虏虏虽然比识的他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了,可是把持着曹魏朝整的司马昭还是不放弃。 于是特意设宴,邀请他并命人,准备了蜀地的歌舞并特,一询问他会不会思念蜀汉这个时候,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流产,没想没费地回了一句,此间勒布斯属,这一回答在司马昭看来有些不可思议。 在一些蜀汉就沉眼中,却丢进了眼面,于是为了维护蜀汉那早已不存在的尊严,谢正悄悄地教导他道,如果司马昭再问你这个问题,你就说,仙人都大在蜀地怎能不想念呢? 并轻轻地闭上眼睛,标签,刘缠,诸葛亮,楚汉,司马昭,黄浩,司马昭再问的时候,刘缠果然照做了这个时候,按理说司马昭该起疑心了,打算除掉司马昭了吧,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。 司马昭听说之后漫不经心地说这挺像谢正的口气流禅,立马惊奇地睁大眼睛问道,你怎么知道的,从此曹魏上下再也没有人忌惮他,他也得以安详晚年三国志,既在司马文王与禅言,为之作故属于旁人皆为之感创而禅喜笑自如。 他日王问禅约,扑思属否,禅约,此间乐不思属,妾正文之求见禅约,王若后问了一气而答约,先父坟墓远在龙,属乃心稀悲,乌日不思,会帮父问对如前王约,何乃似妾正与结,禅经是约,诚如尊宁,左右皆笑如此看来,刘禅好像的确昏庸无能,也难怪, 司马昭嘲讽他道就算诸葛亮在世,也无力辅佐他保住蜀汉可是刘禅真的如此昏庸吗?答案是否定得我们抛开? 他此举是否窝囊不谈他只有这样,才能保住自己和一众蜀汉旧臣的性命不,是吗? 他再说了诸葛亮去世之后流产又执政,近三十年如果他没有一点本,是又如何能做到的诸葛亮去世之后,他并没有再做出,正有本事既责寡人,之事。